大家好,那这次的课程是关于手势拍摄的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器材以及什么样的环境来进行拍摄 以及这次课程当中会用到哪一些器材呢 那么先来说这个拍摄环境 我们尽可能去营造一个暗示 那么这个暗示不一定非要是那么专业的那种 因为有一些同学他可能没有这个专门的场地来进行拍摄 我们可以用一些遮光的材料 拍摄的时候把门窗都挡上 比方说用这个图影布 那么这样呢就可以了 在拍摄的空间来说呢 尽可能的去宽敞一些 不光是为了我们在布置这个器材的时候 留一些宽敞的余地 如果你的拍摄环境当中有一些反光的材质呢 那么也可以减弱一下他们反光的效果 再来我们说这个灯光 有一个稳定持续的灯光呢 是我们拍摄手势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灯光来说可以用这个长亮灯也可以用闪光灯 他们各自呢有各自的特点 闪光灯它的特点呢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可以提供比较亮的这么一个光源 但是它呢是造型灯泡在帮我们辅助布光 那么闪光灯在拍摄的时候实际的工作 它们两个的差异呢是比较大的 所以可能你在实际拍摄的时候需要通过一定的经验 或者反复地来调整达到想要的效果 那么长亮灯呢 它的这个好处就是持续提供 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是所见即所得 像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刚刚开始学习摄影 或者是说对这个光线的感觉不是很强的话 可以使用这个长亮灯来尝试 那么我这次的课程呢 主要就是用这样长亮灯来进行拍摄的 因为它演示起来效果比较直观 我要录视频周围有很多的这个光源呢 色温也会跟我们这个灯光相同 色温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 就是你这次选取的这个灯光呢 色温一定要统一 那么这是我们在用这个人造的光源 灯光来提供 至于说自然光 太阳光呢 因为它持续地在变动 不太方便我们来控制这个光线 所以不建议大家去使用 因为我们可能要持续地拍摄 或者是说想要统一我们的这个拍摄效果 在用这种人造光的时候呢 它还有一些这个精细控光的配件 可以帮助我们来精细地调整 就是从灵活性以及持久性 稳定性来说呢 在拍摄手势的时候 都建议大家使用这个人造的光源 这是我们在灯光上的选择 再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呢 用什么样的相机比较合适 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经常会说我手里的这个相机 能不能用呀 合不合适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是网络的用途 不论是这个电商的拍摄 还是说想要拍摄一些素材 传到网上去 那么只要你的这个机身 它不是特别的老近几年的 不论你是这个单反相机 还是这个微单相机呢 它的这个成像品质都可以满足我们的这个网络用途 但是它呢一定要可以更换镜头 因为我们的这个手势拍摄呢 它是属于一个微距镜物拍摄 所以我们要使用微距镜头来拍 那么从镜头的这个成像呀 放大倍率以及这个价格上来说呢 我觉得百威镜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那么我这里说的这个百威呢 是比一个泛指 就是不同品牌 它实际的这个焦段啊会有不同 可能是105 可能是100 可能是90等等 那么像这个相机呢 它就是一个105的焦距 这是我们在相机镜头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当然了有一些同学 你可能更有这个条件的话 你可以选择尝试用这个坐机或者微单轨来拍摄 那么这就不是我们这次课程讨论的一个范畴了 对于相机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确保它的这个稳定性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是轻微地按一下快门的这样的一个抖动呢 就会导致我们最终成像的一个模糊 那么在快门设置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的说是用这个快门线连到相机上 或者是说相机设置成这个定时的拍摄 那么也可以连接我们的这个电脑 实行连接拍摄用电脑来操控我们的快门 这些呢都是可以的 那么对于相机的这个稳定性呢 我们可以使用支架把相机固定住 通常我们可能使用呢是这样的一个三角架 那么它呢比较稳固一些 但是在实际拍摄的时候呢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比方说我们在布光如果你周围都布置好了光线 然后都布置好了这个一些摆放的器材 你的这个相机呢可能没有办法去正好放到你想要的位置上 比方说我在这样子去移动的时候 可能我就想要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的脚架没有办法这样去摆啊举个例子 但是这一期的课程当中呢我用的这样的一个T型的支架 那么它呢有很多的一个名字 可能叫C架可能叫这个塔架可能叫立柱啊等等 它就比较方便一些 至少像这样我把相机就可以直接推过来 然后进行一个调整 我的角度就可以摆放好了 那么至于说其他的一些角度呢 我们想要升高或者是下降 以及这样左右的一个调整呢 都是比较方便的 这是说它的一个优点 当然它的这个重量在这稳固性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再就是我们支架上面的这个云台 相对于这个球形的云台 或者是说液压云台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我喜欢用的这个齿轮云台呢 可以更精准地控制这样的一个角度 可以去微调 而且不会说在我调整好了角度 然后又摆放好了光线产品之后 我的相机去发生一个偏移 因为在实际拍摄过程当中 我们的这个角度呢 可能你稍微变化一点点 对于我们的这个不光也好 以及整体图片的感觉也好 影响就会非常大 那么当然这个呢 要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选择 重点是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稳固的支架 一个可靠的云台 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云台是单独买的时候呢 对于我们这个脚架的沉重需要考虑一下 就是说它要加上云台 加上相机镜头的重量呢 可能会比较重 所以支架的称重呢 你的这个参数需要自己关注一下 再来呢就是我们摆放灯光的这样的一些架子了 通常的架子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支架 比较稳固就可以 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用这样的一个C架 或者说叫魔术腿 它呢在稳固性上 相对于普通的灯架呢 要更高一些 那么也是最灵活性上呢 是我比较关注的 就是像我在调灯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灯光的调整 甚至是说它可以这样子去方便灵活的调整出 我想要的灯的一个位置及角度 稳固性再加上这个万象盘的搭配呢 可以有很多的角度的调整 也可以单独使用万象盘去架我们一些这个反光板呀 或者是说像我的这个柔光瓶等等 都是比较方便的 这是我们在支架的一个调整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可能平时用到的一些小附件 这个呢 就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慢慢的添置 比方说一些灵活的支架 我可以把它架到桌子上 然后去架一些卡纸啊 反光板 那么卡纸反光板的话 可能用到黑卡 银卡 或者是说KT板等等不同的材质 这个在课程当中呢 都会慢慢的跟大家说 那么一些小架子 可能相互之间很简单的一个搭配 就可以去进行一些固定 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呢 是对这个首饰的一个清洁 可以用到气窗 还有就是固定 用到蓝金胶等等一些小细节 在课程当中都会说 那我个人呢 是不太认同 器材不重要 什么什么才重要的这一类的说法 我觉得在相同的基础下 更好的器材呢 可以保证我们有更好的拍摄效率 更好的拍摄质量 那么也建议大家 在合理预算的情况下呢 选择合适的器材 在这一类的情况下呢 我们下期再见